苏联为什么要帮助孙一仙统一中国呢 其实苏联有一本共产主义的教科书 也就是马克思的五阶段论 马克思将人类的社会 分成原始、武力、封建、资本主义 那最后呢再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而刚刚才推翻清朝的中华民国 刚好从封建的体制进入到了资本主义 因此苏联就计划要赶紧让中华民国 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呢 就能够将国民党取而代之 直接来进入了共产主义世界 而我们现在经常将共产主义 视为毒蛇猛兽 不过呢在清末明初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 共产主义可是相当新潮的主张 有许多的知识精英非常地向往 他们都期盼能够到苏联去留学 而这样的思潮呢 也深深地影响了年轻时期的蒋经国 他曾经前往俄罗斯求学 往后呢跟娶了俄罗斯姑娘蒋芳良 而特别的是当时的共产党 他吸引的大部分都是北京大学 当时中国最高学府的优秀学子 像是共产党创党人之一的陈独秀 还有当时北大图书馆的书记毛泽东 也因此这些人和国民党内的老学旧 产生了很大的思想起见 整齐画意的步伐 台湾陆军官校生展现气势和纪律 这一间培育台湾军事人才的陆军官校 前身就是1924年在广州创建的黄埔军校 而创下了背后资助者就是苏联 今天我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能够举行开学典礼 第一要感谢的就是列宁 为我们派来了像鲍罗廷等这样的好顾问 黄埔军校建立的时候不但有苏尔的顾问 也有苏尔给予的枪支弹药金元 今天我们如果看到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 不仅黄埔军校建校出力 苏联人更承诺每年给孙中山一大笔钱 给人又给钱 孙中山当然张开双手迎接苏联 然而苏联没安好心眼 在国民党内安插间谍和共产党员 一手掌控权力核心 共产党是团结的少数 对我们只要玩过政治都知道 国民党是散漫的多数 所以我只要晚上开完小会 我们这几个人达成共识 明天白天开大会的时候 我们口径一致 那个案子就会过 更何况金主是包罗廷 没有人敢对抗包罗廷 所以后来共产党在国民党就 党中有党 而且那个党中有党才是真正的核心 特别的是不像国民党都是一些老士生 当时共产党参加者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那边做管理员 当时中国刚开始参加共产党的都是北京地区的 大不要是北大的 这些左派思想 进步思想的学生去参加的 当时孙中山最大的追随者 蒋介石也观察到了这股共产主义风潮 甚至他的儿子蒋经国 也在日后前往俄罗斯留学 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起身加入共产党 是因为被列强压迫而激起的爱国心 五四运动 拜到拜到巴黎兰法失败 今天日本妄图接管山东一切权力的阴谋就要得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西方的国家不愿意支持中国 所以把当时的山东给了日本 而没有还 因为他是从德国交还出来 却没有给中国 于是中国的学生就开始起来反抗 第一次世界大战身为战胜国的成员 中华民国要求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却被欧美列强忽视 反而将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一个决定激发中国学生和知识精英对欧美列强的反感 也对民主主义感到失望 因而发起了五四运动 部分知识分子更转而投向推翻俄罗斯帝制的共产主义 在五四运动之后 北洋政府一直希望把陈独秀从北大赶出去 最后找一个理由 说他嫖妓 所以北大开会把陈独秀解聘 解聘以后他说 那既然我不能够再教书了 我下一步的工作呢 就是进行我自己个人的事业 就跑到上海去 跑到上海去就成立了这个共产党 差也越来越多 特别是曾在1923年到苏联考察的蒋介石 比如说他觉得苏俄的人对孙中山非常的不尊重 他觉得苏俄其实并没有要完全的放弃 他们在中国所得到的一些权利 他只是权益 他只是口头上这样这样 他看到苏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福祉 所以他也越来越觉得苏俄是不可信的 从俄罗斯回国的蒋介石对苏联越发厌恶 1927年政治被罚一路从广东往北进行中 蒋介石不顾儿子蒋经国还在俄罗斯留学 展开清党和苏俄共产势力撕破脸 我跟你处不来 没关系啊 军队是我的啊 谁 蒋介石啊 所以军队就帮他政变嘛 军队就帮国民党政变嘛 那政变完之后就把那些包裸挺住 感到做中三间事件 蒋介石大规模逮捕 处决共产党员 和部分国民党左派 最后也变成国共分裂 中华民国的命运彻底改变